黑衣男緩緩走回來 佔用特斯拉超充車位 面對質問他一副不屑的樣子 甚至還囂張回搶 那他就罰我們多少車在等 電動車的車主在原地苦等半小時 好不容易得到對方回來 壓不住怒氣 沒想到黑衣男態度更差 這起停車糾紛發生在高雄的 异想天地地下三樓停車場 設置特斯拉充電樁 快充慢充各三格 假日停車場車位難找 其中一格超充車位就遭到油車霸占 對方還以不耐煩的態度回應 讓電動車的車主更火大 就會跟店家反映 但是店家就說他們也很難去 趕他們或這一類的動作 有些急用的人還是他覺得這樣不好 他可能就會跟他溜紙票 或者說等他回來的時候 跟他講一下 那我們在人員許試的時候 我們也會去放這些圈導單 那同時也會進行電力的管 或蓬勃 特斯拉車主無奈 假日時不時就遇到油車駕駛 不過規定占用 跟商場人員反映也沒用 不過其實在去年11月 停車場法已經修法通過 將電動車位的法律位階 拉高到跟附有車位 以及無障礙車位相同地位 也就是說油車占用 可被警察開罰最高1200元 那尚未完成這個 專用車位的管理辦法 那等到完備了這個管理辦法以後 就可以依照規定來做 如果違規占用的處罰 以私人清車廠來說 其實業者也可以透過報警 或是拍照檢局 舉發占用充電車位的油車車主 但目前法規還沒正式上路 因此還無法開罰 TVBS新聞埃州寫林嘉義高雄報導